由鍋內一顆顆小饅頭 炸得金黃色 小巧迷你卻飽滿紅豆內餡和故事 網路看到有人在就是介紹 然後也很多人有推 現在應該買不到這價錢了 對 很划算 很親民 非常便宜 它的內餡很乾淨 單純 很好吃 所以也會買給小朋友吃 不少民眾不管是透過網路還是朋友介紹 專程來找這股好味道 小巧一顆炸饅頭 剛起鍋 外皮酥脆 紅豆內餡單純樸實 一口大小甜而不膩 捲不住一口接一口 重點是一顆才賣六塊錢 前爺爺和女兒媳婦分工 現場揉麵團包紅豆餡 一個小攤位75年來 只賣一種品項炸紅豆饅頭 從民國三十八年開店 當時一顆只賣一腳 到後來漲到五塊錢 賣了四十幾年 這幾年因為原物料都漲價 簡爺爺跟過世的爸爸伯伯 才允諾可以漲價 但只能漲一塊錢 變成現在的一顆六塊 多年不變的味道和銅板架 吸引了不少死中顧客 連香港日本的電視台都來採訪過 簡爺爺爺說 其實一開始爸爸是想當消防員 但早年因為年齡限制 無法圓夢 因緣際會下 和日本人學習製作炸饅頭 結果一做就超過一夾子 並傳承給下一代 變成台中在地的好味道 TVBS新聞宋泰如一星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